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你那台名车 还有你那个房子 还有你那一个十几万的 那个什么 人体工学的床 有没有帮助 都没有办法 你最爱的那个男人 女人来 对你有没有帮助 加深你的痛苦 你舍不得的 这时候这有方式的就是你有修学佛法 开始进入这种的次第 比如说 你要提起这个修佛法的次第 对不对 还要进入禅定的次第 中阴的文教得度的次第 佛法这时候 那叫金刚瑜伽母 本尊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的佛法 大圆满的佛法 这时候 你有佛法的人 这时候就绝对有用 你绝对淡了嘛 都修好了 大家都会死嘛 前面讲九种事量讲 早晚都会死嘛 身体这么脆弱 死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了 来吧 就是怕什么 你平常不修没有准备好 佛法 这时候对你来说 就是念念经 迟迟奏 对不对 糟糕了 那效果就有限 原来我对佛法 没有真实信心 原来我对这个教法 不熟悉 原来我没有在 一法上千锤百炼 这个上十本尊与空行 三根本 那个时候要死亡的时候 连着上十本尊与空行 这七个字 你都讲不出来 什么上十 上十是你的主管上十吗 什么本尊 因为太痛苦 太恐惧都忘掉了 有人在极大的意外 痛苦产生的时候 他忘记怎么念佛号 对不对 平常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好顺啊 很大的意外的时候 脑袋一片空白 完全想不起来佛号了 所以佛法对我们 就是在死亡之际 它绝对的作用 会显现出来 它会真实的来对我们 产生极大的帮助 我们必须 马上修学佛法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死亡 死亡它随时会到 所以很多人刚才想 哎呦 今天讲 你倒提醒了 这个无常的 嗯对 死的时候只有佛法用 那我应该回去 好好地开始 错 你现在就要修 你还要回去 你现在就要有决定 马上就要修佛法 如果你 你还有那样构杞 哎呀那我这阵子 是应该好好的来复习一下 破瓦法了 你还在那边构杞 还这阵子 马上就要有那种 你剃肚吧 他说不行不行 师父 我不知道今天一觉下去 明天能不能活着起来 假如我明天就死了 我就没有办法出家了 哦 他师父很高兴 就知道这个小孩 就是有根气 好 师父现在就帮你剃肚 什么事情都要当下 尤其是修持佛法 不能等 即时修学 甚至是抢着时间来行功利得 累积福慧二之良的 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时间 统统用在修学佛法上 因为其他的事物 对生命死亡来说 没有太大的用处 所以只要是时间允许 有这样的正念 你几乎时时刻刻 都不能离开佛法 那就是说我们夜很重啊 我们这一天工作 要八到十二小时的 怎么有可能全部时间 不然要饿死哦 你要支柱我们吗 你上班的时候 也不要忘失正念 也是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有没有合乎 这个佛陀的慈悲性功德性 有没有常常在自我绝照 观察善法思维善法 然后常常的与佛德佛行相应 常常的来助导祈愿回向 工作也可以这样啊 当然你在工作 如果是需要全神贯注的 那个就有点困难 对不对 因为同学你做那工作 有点危险性的 比如说那机台啊 在那边切 你还要思维一下 佛法发一下菩提心 哎呦 手指就扫一截 那你也要小心啊 对不对 你就好好做工作 没有办法 现在就是有这个业 但是业会慢慢的消融 我们在修学积资进账 我们的福德会渐渐增长 修学的时间因缘 会慢慢的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所以你看有人 可以出家修行 有人可以在佛法上 下这么大的功夫 用这么多的时间来投入 你不要小看他 他过去都有积资进账 他今天才有这个轻浮 他有这个时间 有这样的发心 有这样的医药 投注在这个佛法 或者自利利他上面 我们总没有啊 你看那某某人他修行 他一天光做功课 就八个小时 那他又去 又负责这个放生 那他又研究经典 他又常常去 看一下广结善缘 那他一天 从早到晚都在佛法的领域里面 都在那边自利利他 在实践佛法 你不要小看他 你说那其实 那我很忙啊 我如果不忙 我跟他一样 你输就输 在你要忙 你就是要忙碌这种业力 或者要可以 比较有空闲 有闲暇 可以去修行的资量 你没有修出来了 所以你才要忙嘛 对不对 你这要定调的嘛 所以赶快 再积资进账 这个因缘会越来越成熟 我们把所有的时间 尽量用在 深入 佛法 自利利他上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